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词 动物凶猛 尤其在野生的环境当中 更何况在云南的山林中 还生活着很多种的毒蛇 这不是开玩笑的 毒蛇有的时候会下山 进入到农户家中 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打电话报警 找森林公安又出警了 其实每年啊 我们森林警察都会接到特别多 蛇跑进家里的这样的警情 那么在接到报警电话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 就到现场去进行处理 在我身后的水池里边呢 发现了一条眼镜蛇 这条眼镜蛇呢 是孟加拉眼镜蛇 因为背部显示单圈的眼镜状 所以呢也叫单眼镜蛇 还跟其他的眼镜蛇一样 它呢也是有剧毒的 现在啊 是误入了附近公地的一个小水池里 那么现在我的同事 准备把它救出来 放生到野外 即使是我们身经百战的同事 还是会有点怕呀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它给救出来了 那么待会呢 就要放回到大自然啊 真是善事善终啊 捣乱 必须得抓住 然后还得放回该去的地方啊 第二环节最后一题了 停题 遇到眼镜蛇该怎么办 选项A 恐吓 吓退对方 选项B 原地不动 让它歇走 选项C 快速静止逃离 行 强 大 帅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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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镜蛇它任何动物的本性 还都是怕人的 通常来说呢 你只要不去伤害它 它就不会来伤害你 蛇类它都有非常强力的热感器 热感器会让它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前方有猎物或者说有人跑过 会让它激起一种本能性的冲动 就和狗有点类似 它的判断是 对了 我们出这个题的目的呢 还是告诉大家比较近距离的时候 对待眼镜蛇 镇定 保持不动 这还非常有效 尤其是像眼镜蛇立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在警告 你不要再接近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保持镇定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你突然的这种惊动啊 或者是乱跑 对它来讲的话 它也会造成紧张 也有可能还会攻击你 另外还有一点呢 我想强调的就是 我们这个云南森林公安 我觉得是全国最忙的森林公安 因为生物多样性云南是最丰富的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介绍 这样的片子 了解我们这些生物多样性的故事 同样这些森林公安的执法人员 他们呢也确实付出了很多 向他们表示敬意 好 谢谢 谢谢博士 点进一位 要在这边 我们的话 coronippers Juliet 老师 在这边 派人 这边 我 uhan 感谢观看